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 这期的新闻跟大家分享一条 就是俄罗斯的知名科学家 位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 北极科学院院长 米特科被俄罗斯正式的起诉 是叛国罪 据华尔街日报引述塔斯社的报道说 米特科向中国提供了 与研究水生学和潜艇 探测方法有关的信息 米特科曾经去中国的大学里面 教授过水生学 据他自己说最近一次去中国是在2018年 我们需要清楚就是现在这个 世界能够让国家继续的 发展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 创新的科技 那么科学技术这个方面最重要的 就是你要有开放的市场 一个思想的市场 而中国没有这样的市场 中国这种体制它是作减自负的 它必须要不停的通过外界的输入 能够维持它的生命 就是说这个国家的发展 推动这个国家前进的 科学技术 它是需要从外界来输液的 就是像输血管一样 它要输液的 那么中国今天所用的技术 是由两个大的方向传输过来的 一个是在1950年代的 俄罗斯的156个原件项目 基本上把中国当时的 整个工业体系给建立起来了 中国后来的发展 全部是依靠这156个原件项目的 当然这有一部分是没有完成的 但是绝大多数是完成了的 而且即使没有完成的 有些项目是把图纸给中国了 在宗苏决裂之前 基本上中国掌握了 这100多个原件项目的 这个科学技术的基础 打下这个基础了 这是其中一顾 当然这种原件项目 也利用了当年在满洲 日本在满洲建立的工业体系 也架接了一部分 所以这个是中国的 工业科学体系的第一个来源 那么第二个来源就是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 由美国西方国家输入进来的这一部分 科学技术的人才 资金 包括一些知识 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做企业的 一些管理经验 包括在欧美留学回来的这一批人 中国后来的这个四个现代化 基本上就是靠着这些人 所以前者帮助中国这个政府 这个政权撑到了80年代 然后后者就是从欧美这边来的这个技术 帮中国撑到了现在 就是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成就 这些成绩 这是离不开欧美的这个技术输入的 所以这两块的技术来源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权 没有倒台的最主要的原因 那么随着苏联当时50年代 那个技术的逐渐的落后跟淘汰 那么中国越来越 这个依靠欧美的技术了 然后在欧美技术 特别是80年代90年代 中美的这个黄金期的时候 中国的年轻人 中国的这些知识分子 如饥似渴的去学习欧美的技术 欧美的知识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股票市场 就是基本上全部是照搬欧美 就把这些西方的这些专业名词 这些技术全部学过来 怎么来建一个股市 怎么来进行这个金融市场的运作 等等等等 当然在军事技术方面 跟美国在1989年64之后 闹僵之后 被禁运之后 这个它转向了俄罗斯 又回到俄罗斯的怀抱当中 要从俄罗斯继续的去输入 新的这个军事技术 但是大家知道 有些技术 从正规的渠道 它是不给你的 你是拿不到的 所以说它由于这个 极缺很多的项目的技术 所以它必须要通过 其他的一些手段获得 你就包括了这个千人计划 这个海外学者的这些计划 包括高校的这些学校 跟海外的学校进行各种各的合作 通过这些方式 然后获得技术 当然还有包括 现在有个新的方式 就是像华为这样的企业 跑到国外去 到国外的一些大学 进行投资 给他们一些奖学金 给他们一些钱 让他们做一些科研项目 这样的话 就可以获得这些技术 总之就是 它要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获得 除了这种正规的交往以外 它还要偷技术 还要从一些 就是海外的一些人才身上 从他们身上去得到这些信息 我看到最新的这条消息 它是把手伸向了俄罗斯 俄罗斯的北极科学院的院长 等于也成为了一个受害者 当然了 这是他自找的 对吧 他愿意给中国提供这样的技术 现在他被起诉是判国罪 目前他是否认这样的罪名 当然我们要看后面的审判的过程 但是我想这无风不其浪 我想俄罗斯的情报部门 是一定掌握了信息 才会这么做的 俄罗斯是中国现在难得的一个战略的合作伙伴 他居然把手伸向了自己的盟友 这也说明了在欧美整个全面的围堵情况下 他这个技术方面是开始有这个落差了 也就是说他必须要不停的输入新的技术 才能维持现在这个场面 维持这个局面 但是由于海外的管道一个一个被切断了 他现在已经是前驴即穷了 所以说他把手伸向了俄罗斯 所以他也不顾什么颜面了 什么都不顾了 他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能够获得技术 所以他不管你是不是盟友也好 还是敌人也好 只要能够获得技术 他就要去做 这也说明他的这个体制 就基础 现在已经开始瓦解 所以说他现在基本上是不择手段的去做这种事情 那么最后产生一个后果 就是现在连你的盟友也不相信你了 也要防着你 也各种各样的要围堵你 甚至是切断跟你的一定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往来 我想这一次的北极科学院的院长被抓 也是一个信号 俄罗斯可能未来也对中国的这个 跟中国的技术合作 可能要设置一些障碍了 就跟欧美其他国家是相似的 所以整个局势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了 你去美国留学留不成了 你去俄罗斯偷技术偷不成了 甚至你些企业走出去也走不出去 这个进行全面的围堵 全面的脱钩 我想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未来的几年会遇到巨大的风波 它会遇到巨大的阻碍 这可能带来一个结果 就是未来解放军这个黑客技术可能会提高 因为其他方式都被隔绝了 没有办法了 它只能通过黑客手段去黑一些资料 当你的科学技术在慢慢的跟别人有落差的时候 你越追越远的时候 自然你这国家的整个经济基础 就会产生动摇 这期的快报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去看